太亞族长辈尤天德 虽然已经高龄60岁 仍展现无比活力 在台上操演 跆拳道急迫 台上观看的长者 都笑得不亦乐乎 有复习 复习一两次就上台了 感觉打得好像不大 这么的有成绩和有力量 但是因为年龄也大了 我希望说 我有机会再做最好的表演 高雄市圆明会主办了 重阳敬老活动 今年改以长者达人秀的方式 邀请长者们展现各自的才艺 与其他各区的长者分享同乐 曾经和天后级艺人 凤飞飞合作演出的 四骑士之一 阿美族长辈田荣和 也来参加比赛 今天既然是敬老节嘛 我想说都给老人家 都已经高高兴献就好了 他们因为我所唱的歌 都是他们过去也熟悉的歌 所以当然我希望把气氛带动起来 我们这次设计用达人秀的方式 让他们在年长的这个阶段 能够有机会把他们埋藏已久的才艺 能够展现出来 那我们看到现场真的是很活络 甚至来不及报名参加 甚至没报名参加的 他们现在看了以后都想要报名 说明年一定要报名 如果你有身体不适的 请告诉我来请举手 精彩的达人秀之后 陈局市长邀请所有与会的长辈们 市城刚刚启用的轻轨列车 透过重阳进来活动关心年长者 记者本朗高雄市采访报道